好 接触上一集为观众说明 劳工保险是各行各业的雇主 强制要替员工买的保险之外 面对各种工作意外 这劳工保险还能提供哪一些福利 保障员工个人和家属呢 我们东森新闻继续来 邀请资深的劳工法律师 好 这是詹佳蒙 詹律师来为观众详细的说明 强调每一种工作上的意外伤害 都是很难避免的 而且常因为员工一时大意 造成一辈子无法挽回的伤痛 因此詹律师表示 公司有劳工保险 就能在意外发生后的 黄金救援期间内 提供必要的医疗赔偿 不只公司替员工买劳工保险 是常制规定 面对员工受伤住院后 未来家庭生活的开销 老公保险还能提供 一般健康保险没有的额外福利 我希望我的客户能身体赶快好 所以我第一要争取的就是 看医生的福利 假如说你对医生的治疗上有问题 我们就换医生 替你争取换医生 然后第二个替你争取的就是 你现在有家人要养 需要的是什么 那就是工资 当然受伤不能回去上班 我就替你争取 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保障家人生活外 当员工遭受原始性伤害 需要长期复健时 老公保险也有相关福利 是一般健保所没有 然后呢 我们替他争取的就是说 看说他能上班的 假如没有受伤 他能赚到的工资是多少 我们能替他争取到像这种的福利 而当员工完成复健 回到工作岗位前 劳工保险还允许员工 可在医生建议下 要求雇主更改工作内容 假如医生决定说 你没办法回去上整天班 或是说modify work schedule 就是说像说手痛啊 没办法 没办法说跟上班受伤前的一模一样 就是说需要老板 替你改一下你的上班的时间啊 或是你的上班的工作的 那我说了quiteria 所以需要改一下 那当然呢 没有律师的话呢 你不知道自己的法律上的权利 那他就是算说 我今天在这个工作受伤了以后 我没办法回去做这个工作 我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在workers compensation law里面 有这个福利说 让你接受新的工作训练 能继续做新的工作 不止员工工作时受伤 公司要付连带责任 詹律师表示 华人雇员平日就应该先找合格的老公 把律师咨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那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 假如说一个受伤的员工 看过了医生 那就是说 想找个律师来保护他的权利呢 你来找我 那我的责任呢 就是听你争取到 你所需要的福利 鼓励华人公司执法守法外 更多工伤意外事故发生后 可以争取的福利和辅助 战律师还会在下一集详细解说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锁定东森新闻 东森新闻 叶永志同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